中華翅膀29年一週末 點燃戰火 關心中信兄弟的戰力分析 投手部分 賽格威 愛迪頓 和萊弗莉三大羊頭角色吃中 四五號的先發還沒有確立 牛棚部分 鄭凱文 王洪神 和吳哲元扮演鐵三角 是夢想 衝鋒的關鍵 先發投手這個部分 我覺得中信兄弟做得最好的一個部分 反而不是他現有已經找了三個羊頭 但他很早就確定 這一點來講其實很不錯 更重要的是他一直在積極找第四羊頭 因為以他今年的戰力來講 對羊頭的依賴絕對更勝於以往 去年表現蠻突出的 像吳哲元 王洪神 加上所謂的雙正 一左一右的鄭齊鴻跟鄭凱文 大概這四個人會比較明確的 就是擺在比較接近勝利組 這樣的一個狀況 今年其實他的一個看點 我反而會覺得說 他這一些後援投手 是不是能夠展現出非常 就是強韌的這一面 我覺得反而是會決定 他今年的一個輸贏非常重要的關鍵 本土投手先發人選開放競爭 許多年輕豪手卡位的牛棚 同樣也都需要捕手 事實的引導協助 但贏優是黃山軍的守備位置當中 捕手是相對比較弱的一環 就看誰能把握機會 坐穩先發 關辦熱身賽來看 他是比較傾向用這個王俊傑 另外還有新秀吳明洪 那王俊傑其實 如果跟黃俊勝來比 他大概這兩個很大的一個差別 就是阻殺力 王俊傑或許受到傷勢的影響 他整個生涯的阻殺率 非常的不理想 速度方面 現在我相信包括統一 包括過去的藍明哥都很大 你等於是你遇到 游擊這兩支球隊 那你的阻殺力如果不足 就像前面所提到 你對於場上的無論是羊頭 特別是年輕頭手 阻殺力方面是蠻蠻要緊 八度獲選游擊金手套的王盛偉 星球即將一防二壘 和吳東榮正守內野中線 其他守備位置安排也有雛形 恰哥守一壘 王威成把關三壘 陳子豪 詹子嫻負責左右外野 中外野大關 則是蜘蛛豪 張志豪作陣 投手和守備兩大環節 中信兄弟的教練團 從春訓就逐步安排 已經可以看到接近星球季的部署 相對評估比較多變數 也是較弱一環的投手 本土誰可以卡住四五號先發 牛棚當中 關大元 鄭棋鴻等資深選手 能不能發揮母雞帶小雞的穩定作用 都攸關萌相開季 能否踏出好的地步 我來聽訊 黃任鴻 紅花君 採訪報導